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重點是 大家看清楚 這個量能上面 它只有2470億 但是OTC的部分 它今天反而是呈現了上漲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 今天這個盤面上面 我給大家看幾件事情 看完之後 鼠方要跟有一件事情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所有看這節目的 觀眾朋友跟投資朋友 去做一些的商量 這個商量的事情 等一下才來跟大家 去做一些的討論 我們先回歸到整個台北股市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集中市場 小漲了5點 這個是OTC市場 漲了將近1% 大約是在漲1.79 1.79大約是在不到1% 但是它有大概是 所謂的0.07%左右 也就是說今天的集中市場 它是沒有漲 今天的OTC市場 它是漲的 那我們回歸到整個一個大盤 我給大家看最近期的 這個是OTC的指數 這個是OTC的量 這個是集中市場上面的指數 這個是集中市場今天的量 這是目前集中市場的KD指標 你看完之後再看幾檔各國給大家看 這是3037的星星 今天跌了5% 這是2330的台積電 今天小跌了1塊錢 這是2303的聯電 今天跌了1塊1 這是2382的廣達 今天跌了3塊錢 可是今天裡面1513的中興電 差一點漲停板 今天6806的身為人員也大漲 現在1519的華城漲半根 1503的市電漲1%多 1589的永冠 今天也漲了7%以上 然後2634的漢翔 跟4541的橙田漲停板 橙田是漲停板 然後甚至我們看 整個一個乙盛 整個乙盛今天是大漲的 然後見準也是小漲的 然後一些在上個禮拜大漲的 像3661的市星小跌 3443的創意小跌 5243的一個乙盛 你看他是大漲的 2421的見準小漲的 我講這個到底在講什麼 再來看2618的長榮行 今天漲了半根 到底曙方在講什麼 其實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們看盤一定要有盤感 我們不可以人云亦云 就像在今天裡面 我翻開報紙上面 大家就講 中國大陸不准美光 去中國大陸去賣 因為美光有一件事情 不符合規定 台灣的記憶體 就能夠因此而有轉單的效應 你看完報紙 你二話不說全部就去追記憶體 結果追到最高 奈雅科 華邦店開高 宜鼎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股市之中它分成很多 我說花15塊錢買報紙 很簡單15塊而已對不對 可是你有時候付出的 你的代價是更高 你如果光是看報紙 這樣子買下去 你今天不只輸15塊 也不只輸150塊 所以很多的一個時間點裡面 來講的話 你自己要很清楚的了解到 你到底因何而買 因何而戰 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 台北股市今天的一開盤 它到底告訴你什麼樣的故事 它到底告訴你 你今天的操作策略 要用什麼樣的操作策略 你必須在瞬間 你就要去做一些的決定 像在今天我剛開始 一開始給你按 3037的星星 砰一聲跳水 2303的聯電 砰一聲跳水 2330的台積電 不強 3443的創意 開開開開的也不夠高 那就告訴你說 你原強勢股 你不可以採取到追高的策略 你今天不可以追 原強勢的個股 所以原強勢的個股 你必須要利用什麼 假設你還是要買這一些 譬如說AI 人工智慧 HPC 伺服器 這些相關的概念個股 原來的領導指標的個股 你今天不可以用追的 你基本上你必須要等到它震盪 壓回 亮縮 支撐不破的時候 你才可以買 因為今天它輪動到什麼 補掌型 它今天輪動到補掌型 為什麼它輪動到補掌型 你從哪一點就看得出來 一個我們跟它講說 你原來AI就是在 那個細智材 就是在所謂的一個 AI軟體的個股 甚至之前裡面 都是在漲一些其他的部分 然後一直到上個禮拜五 它就漲到了什麼 像金像電 這叫CCL 銅箔基板的部分 你看在今天裡面也是 它在漲這個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 今天的台肥股市 你的量 你的預估量你只有2000多億 我就跟大家講說 這個2000多億 它的重點是在哪裡 第一個 五日均線的正乖離太大 它震盪在所難免 上個禮拜是外資在期貨 選擇權現貨同步做多 而把台肥股市 我說它撐上來 外資沒在管理技術面的 它沒有在管理技術面 但是內資市場 業內主力中實戶 它會管理技術面 對不對 所以上個禮拜 OTC完全都沒在找 集中市場就是外資 跟了所謂的一個 期貨的多單跟選擇權 對不對 所以現貨市場就拉上去了 可是當你的正乖離太大的時候 你的技術面還是會 產生什麼 一定的反映出來 所以我說 五日均線正乖離太大 你震盪難免的 但是你的極短線 請不要採取到追高的策略 也就是說當你短線上面 上個禮拜漲這麼多之後 市場上的資金 它就會去尋求什麼 比價效應 譬如說我跟你比 我在同族群去比 我的位階比較低 我跟你去比 我這幾年之中 我的獲利沒有比你差 但是我漲幅比你少 所以我就拉上來 所以今天的CCL就是這樣子 你從2368的金像電 上個禮拜五漲 你去追就跌下來 然後你的L2383的一個CCL 你去追尾盤下來 那就告訴你說 今天你適合的方式叫做低階 我是在告訴你盤感 因為你龍頭形的全值個股 一開盤就撞下去了 它撞下去就告訴你 今天指數不會大漲 它就告訴你 今天指數是不會大漲 再過來 我們是跟大家講說 KD指標在指標的80 沒有到指標80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反彈沒有量 那就是你對技術面的研究 是不夠的 也就是說 當你的KD指標在指標的80 你不是不能漲 但必須要有量有價 你就可以在指標80上 你去鈍化再供 可是你在上個禮拜 你是3000多億 你今天的預估量只有2000多億 是不是你的量 一旦在指標80之上 你的量縮 我就跟他講 你就不可以追 你就是不可以追 當大家都不去追的時候 你一些落後型的個股上面 它就容易漲上來 因為大家會覺得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你就可以漲上來 所以量縮 你就不可以去做追高 那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今天的重點就是 因為你的龍頭型的全資個股 你在一開始你是由外資 在期貨選擇權現貨市場上面 同步的做多的過程中 你ㄍㄧㄥ上來的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已經是超過了什麼 超過了5月20號 可是你超過了5月20號 我們就必須要去定義說 你520 我們的蔡總統的就職 在他就任裡面 最後一次的演說說了什麼 我說政策四大偏多概念個股 一個叫做儲能綠能 一個叫軍工國防 一個叫探權 一個叫生技 你有沒有發覺到 他們這些的個股在今天 全部都沒有利多出境 那就告訴你說 這四個族群在選前 你看我們蔡總統也是直接點名 一加四 我剩下一年加未來的四年 對不對 還是要用這個 我說不管你是民進黨 或是你是國民黨 也說不管你是執政黨 或是在野黨 可能在電這一方面 兩黨攻防障很大 軍工國防就要看 但是至少在目前 我說在選舉之前 我們本身來講的話 我們的民進黨執政黨裡面 他看起來他還是要那個 你排在最後的可能是探權 因為我發覺我們台灣到現在為止 他還不是很懂探權 都被媒體所左右 其實探權不是這樣看 我以後有空再來講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覺到 告訴你說 政策偏多的概念個股 520並沒有利多出境 它還可以漲 但是在漲的過程之中 你只要去注意 它在一個比較效應的過程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時間點的一個台北股市 它除了五日均線的正乖率過大 它震盪是難免之外 你另外一個部分 你就要回歸到整個台北股市 我說量縮它可以拉回 你量縮可以拉回 一個你拉回的幅度到底有多深 第一個你量縮 你就是不可以追了 你五日均線還有個乖離 一個你是極強勢的 你守住15973這一個 還是你要守住15757這一個 無論你守住哪一個 基本上而言它都還是什麼 它還是一個上升股票相信 守住這一個就是低點越電越高 那到了這裡來 為什麼說這裡來不適合追高的原因 你看你畫一下 這邊剛好是什麼 壓力線 它剛好是一個壓力線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你就要記住說 你的壓力剛好是在16295 什麼叫16295 如果我們回到周線 這個缺口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缺口 這邊有個缺口在這裡 空方的一個缺口 16295 這高點是在哪裡 16403就是這一個缺口 這個就是一個壓力 支撐是不是我剛剛就跟你講的 一個是15757 你帶量突破了頸線 你的底部成形 我要極強勢的一個反攻 就是我多方的缺口不會破 這個多方的缺口就是15961 這個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你就可以發覺到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是不是談到說 當你在兩岸520之前 中國大陸說我開放你們台灣 可以到中國大陸團結 我說在這個團結 我們台灣有沒有答應 目前還不知道 團結跟團出的時候 我剛才有強調過 台北股是在今天是亮縮的 台北股是在今天的原強勢個股 它並沒有去做領軍 所以它就會進行什麼 同樣式的位階 去進行了一些的調整 所以我才會跟他講說 如果米2618的一個 所謂的長榮航 航空個股 我說第一個 它在上個禮拜五 這個叫做出量 為什麼要出量 我們在這一次的演講會裡面 也會教大家 這個出量就因為 它有個30.3 這個頸線的位置 任何出量的K棒 才叫做關鍵性的K棒 如果你不出量 這個底部沒有成形 它這個底部就不會成形 所以出量之後 假設我就說過 它守住28.25 那基本上 它就沒有轉落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就像1513 大家說中芯電今天是指標 差一點漲停板 錯 一樣 因為中芯電 我跟大家講過 我說中芯電 市電 華城 他們基本上這幾年 這一年之中 或是從去年開始接到訂單 它就是兩年之中它出貨 深微能源也一樣 也一樣 那你就可以算得出來 你不是今年 你的EPS要入账 你就是明年 那我跟你講過了 反正你就是要選舉 你就是只能在這邊裡面來講話 全世界都是針對儲能 我說如果以四大題材 除能這個題材是最大 而且最好算 你的EPS是多少 那我說中芯電 假設今年是5塊多 明年就是6塊多 就是12 3塊 深微人員今年2塊多 明年就是10塊多 今年是4塊多 明年就是8塊多 那市電的部分也一樣 市電跟所謂的一個中芯電 它是一樣的 那你來看 一樣 我跟你賺的錢一樣 那在之前裡面的一個市電 是不是先漲 華城 嘎空也先漲 那現在就開始 大家就轉到什麼 獲利一樣的 位階比較低的中芯電 加上你輕人員 本來就是中芯電 它比較厲害 可是你在這種過程中 你就可以發覺到 我再給大家看 這一次蔡總統 有在這一次520的演講 強調的什麼 離岸風電 看到沒有 也開始拉上來 所以就告訴你說 在這個區塊上面 它還是很多可用之兵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但是我在這裡裡面 提醒投資朋友 我也很開心 我也很高興 在這一次裡面 因為我們從上個禮拜四 才開始講 而蘇方即將在6月3號 跟6月4號 6月3號是在早上 是在高雄 下午是在台中 那6月4號的下午 是在台北 要舉辦全省巡迴的演講會 在高雄 台中跟台北 那每一個人都說 蘇方很笨 我不認為我很笨 其實我的IQ很高 我IQ在一般人裡面來講 算是很高的 我只是希望投資朋友 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人要得到什麼 一定要先去做一些的努力 就如同蘇方在上個禮拜說的 我說財神 它不會平空掉下來的 你一定在股票裡面 你要先去做好的個股的播種 再看到它變成小數 再看到它變成大數 然後你以後在大數之下好乘涼 我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講說 蘇方 你是最笨的 現在成交量 1000多億 2000多億 你去辦台北 台中 高雄的演講會 得不償失 來的人不會有很多 聽的人也不會很多 你還不如等到4000億 5000億 人能喊好 就如同去年的1月的時候 大家18600點含2萬的時候 你那時候再去辦 通殺 通收 我說這個不符合蘇方的邏輯 蘇方在辦演講會的時候 我一定是要覺得 我辦這個演講會 投資朋友 你來聽 你可以賺錢 這個才叫做共創財富 我也很開心 投資朋友打破了 所有市場上面的一個看法 說很少人會來聽 錯 我們在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五 講台北 高雄 台中的演講會 居然兩個營業日而已 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五 居然報名的人數 已經高達7成到9成 而且我也很開心的告訴大家 三個場次 已經有一個場次爆表了 已經要到後補的一個部分 到底該如何去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裡面會來告訴大家 所以在這一次裡面 我個人認為 蘇方從來不說謊話 我說我可以錯 我常常講 蘇方可以錯 就像我對大盤的看法 我認為在這邊裡面 有最高的風險性 我就告訴你有最高的風險性 我覺得哪些的個股裡面好 我就告訴你哪些的個股好 所以在這一次的演講會 不管小資族 不管你是屬於退休族 不管你是屬於有錢的 一些的中實戶 我們都會告訴你一些好股票 而且這些好股票 不是只有2023年 我會一路的徐你到2024年 大盤的規劃 所以多空關鍵的密碼 165 168 175 我已經得到了 它真正關鍵性的內涵 可是觀眾朋友 你知不知道 面面俱到在這一次裡面 全世界的變化 是非常非常的大 跟我們之前談產業 完全都不一樣 Change and Change 我會來告訴你 那快問快答 你敢問我就會回答你 還有技術面的教學 不是323 屬方絕對不會323 也就在這一次裡面 我們會給你好的個股 讓你賺大錢 我們會許你一個未來 一路到2024年 相信屬方 我絕對不是一個騙人的人 而在這個過程中 我必須很誠實的告訴觀眾朋友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三個場次 已經有一個場次 已經正式進入到什麼 爆表 也就是要進入到後補 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如果要完成 演講會的報名 你就加入我們的Line 小老鼠 Queen88598 填寫表單 如果你真的有填寫表單的困難 你就打電話 跟我們線上助理聯絡 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要笑看股市 雲起石 而且你要坐在教內 將來讓很多投資朋友 幫你抬教的話 你就要趕快把握這最後 我跟大家講 我講得很坦白 真的三個場次 有一個已經要進入到後補 甚至要兩個場次 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我可能採取的一個調配的方式 如果你不去好好的把握 我說過 在這一次裡面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演講的品質 還是要有一個品質在這裡面 你坐著 你站著 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要加入鼠方 北中南財富滾滾 抓住前潮的觀眾朋友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Line 聯絡 以及跟我們線上助理去做聯絡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實在股市之中 最重要的是 任何賺錢的機會 你都要好好的把握 產業趨勢的一個力量 要事先懂得在希望種子 已經發芽之前 先行去做播種 接下來我們在當時候告訴大家 無論在創意跟世新的部分 會是在今年裡面戲制裁 在AI人工智慧裡面是最好的 但是乖離太大 它是難免震盪 但是今明兩年 它是沒有任何的一個問題的個股 3037的星星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 我說160以上 你就千萬不要去做追高 因為第二季 它仍然是一個所謂的調整期 所以在最近裡面 你就可以發覺到一些的個股 它的題材性不同 譬如說我剛剛談到5243的乙勝 為什麼 擴產效益 你來看 為什麼在最近 因為它打了這麼大的大敵 2421的一個建築 為什麼 因為它也是剛剛才打出大敵 有沒有看到 大家都看長一點就知道 所以你都可以了解到 台北股訓 你如果能夠去抓住這些的脈動 你就有機會去做賺錢 就像2618的一個長榮行 我也跟大家講說 如果不是上個禮拜五的出量 它不會有今天的創高 這個才大敵剛剛去做完成 這就是你自己留意的一些的事情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的 一些的台北股市 我剛剛就講 它有很多的故事跟題材 但在這個過程中 尤其是在節目裡面 才半個小時 我不一定每一天都可以講得 非常的詳細 但是在這一次裡面的 演講會裡面 我做過好股 我就會給你抱抱 加倍鳳凰給所有的投資朋友 所以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想要在股市 剝下你的希望的種子 你想要在股市裡面 買到好股 把你的人生變成彩色的 抓住這些股市的前潮 讓自己裡面的人生 財富不斷的翻倍 而且不斷的翻本 在這種過程之中 你在這一次2023年 台北 台中 台南的演講會 你就要好好把握 因為你錯過了這一次 你一等 又是要好久好久的一段時間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說台北 台中 跟高雄裡面的一個演講會 其中有一個場次 它爆掉了 其實就是台中 我們會盡量 就是說如果你是台中的投資朋友 你如果到時候有事的話 麻煩你跟我們線上助理聯絡 那我們就可以把名額 留給其他的人 如果你是住在中部的投資朋友 你靠南部一點 或是你靠北部一點 你可以盡量往台北跟高雄 去做移動 因為鼠方在今天 已經通知我們的一個助理 去跟高雄的場次 跟台北的一個場次 去用更大的一個場次 所以你在加入我們的過程中 你還有彈性的空間 但是我們的第一批 已經進入最後的倒數計時 我不知道場地有沒有更大 觀眾朋友 你要加入我們 形成未來真正的贏家 你就趁著廣告時間點 趕快來副作報名喔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